上屆政府未完成處理的公務員加薪 來到新一屆政府終於有定案 行政長官會與行政會議通過 高、中、低層公務員或一加薪2.5%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 最終的薪酬調整幅度作決定 我們的工作目標是爭取在本立法年度會期結束前 就有關的方案諮詢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然後提交財務委員會審議 根據5月公布的薪酬趨勢調查 高層和中層公務員的加幅分別是7.26%和4.55% 但今次的加幅未有跟隨指標 政府說是考慮了經濟狀況、政府財政和公務員士氣等 加上外圍經濟的多項不明朗因素影響 因此要審慎處理加薪問題 所以這個情況不是以前沒有發生過的 在這些年份通常我們的社會經濟是有特殊的情況 或者通脹的情況是有特殊的情況 所以其實公務員也曾經經歷過這些情況 薪酬趨勢調查其實是一個追蹤性的調查 它不是對未來做一個推測 它也不是拍一張今時今日的相片 其實它是一個追蹤過去一年 在私營機構員工的薪酬的變動 所以其實對於私營市場來說 私營市場應該是他們都會很清楚 這是在過去一年已經發生的事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相信私營機構在未來做薪酬調整時 它會考慮自己獨特的狀況去做 今次公務員加薪是星期二新一屆政府 首次召開行政會議時作出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香港公務員效率一向獲世界供應數一數二 但承認表現有時未符合市民期望 香港公務員總公會認為 今次加福與早前新籌趨勢調查報告的 數字相差太遠 公務員看到數字都不同意 說政府似乎刻意放大經濟 和政府財政狀況困難情況 難免影響公務員士氣 華園會亦對政府建議加福感到失望 說過去公務員動申時 累積通脹已高於5% 現時某程度等於減薪 東網記者李成德報導